很多人做的鲫鱼豆腐汤 不是腥味重就是汤不浓白 今天分享我奶奶60年来的做法 汤色浓白 味道又鲜美 锅中油热放两条鲫鱼下锅煎 煎好一面用手翻过来煎另外一面 再用铲子将鲫鱼捣碎 两面都要煎到焦香 再放点姜丝 一定要加入开水 煮出来汤才会浓白 煮至奶白色后捞出鱼骨 再过滤掉鱼渣 这样孩子喝汤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鱼色了 再次煮开后放几个煎好的鸡蛋 嫩豆腐和青豌豆 盖上盖子煮六分钟 最后放少许盐 鸡精和胡椒粉调味 有条件的撒上枸杞就可以出锅了 汤鲜味美又营养 学会的你也收藏做起来吧